陳偉業議員 首先多謝葉劉淑然議員提出 剛才說他的修訂不是附屬法例 我是理解的 剛才我說的附屬法例 我是說歷史 和過去很多條例的要求 泛民也好 民主派也好 激進民主派 特別是強烈要求 很多的規定 這個監管公共的行為 特別適合到條例有關的條款 是較為恰當的 就是用附屬法例形式規定 其實至於理所提出這個做法 以一個的 敬委會有關的指引 定定之後來立法會討論和通過 當然法律規定上 並非現時條例之下的附屬法例 但是如果有機會 作為敬委會的內部也好 或者是一個既定的行為的守則 如果有機會在立法會討論和通過 是必定會給敬委會自己單方面 閉門會議形式下通過的 就是絕對是進步和理想的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泛民的議員 會反對一個進步的做事的方法 除非大家盲目相信 我相信敬委會是有代表性有權威性 和敬委會的透明度 是能夠令大家滿意的 但是我很希望泛民的議員 看清楚香港這些法定機構 過去多年來的運作模式 和現時的運作模式 和現時的詛病究竟是怎樣 敬委會的經營模式 必然會由行政霸權的政府全面操控和主導 很可能會委任一兩個泛民的議員進去裡面 正如民主黨進了中聯辦之後 政府委任他們多位的人員進去這個機管局 和很多的法定機構 作為政治上的分紅 當然敬委會裡面 我們都相信 必然會有民主黨的成員會在裡面 但是一兩個成員在裡面 是不是就是表示 這個委員會的既定的工作 和有關的法定的工作 就滿足到市民的訴求 和有關的運作 是符合這個公平公正 和符合透明的原則呢 我絕對相信是不會 等和這個市建局一樣的 市建局仍然不少受市區重建影響的朋友 和市民 不斷指責這個市建局官商勾結利益輸送 是吧 是益些大財法 現在都有兩個所謂泛民成員在裡面 那怎麼辦呢 所以如果你有個機制 正如葉羅淑儀議員所提出的方法 這個35段裡面所訂定的指引 而有關這個指引 是可以在立法會討論 因為你在立法會討論的話 有機會討論和通過的話 第一必定會是公開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就是很多一些規定 所謂這些指引 最近我也寫過信給某些政府部門 包括衛生或者其他有關局和部門 想問他拿出一些他的部門 就關有些撥款的規定 或者某一些行政上的指引資料 拒絕透露 他說這個是他部門內部的指引 他不會給議員 現在我不知道 35段裡面所講的指引 究竟委員會討論過程裡面 一會兒局長可以回應 究竟這些指引 是作委員會的內部使用 是會公開 一定是只是作內部的參考 日後是不會公開 還有大家都清楚知道 很多時候這些法定機構 所定定的指引 是一面倒 我強調是一面倒 偏袒行政部門 因為整個政府的運作思維模式 特別是政府那些高層 很多時候定定某些指引 是方便自己的行政管理 不是方便市民 也都不會尊重市民的知情權 和參與權 很多時候是為了自己行政部門的方便 而指引定定有關的程序和有關的規定 基本上是確保行政部門去執行 某些權力的時候 權力的時候 是保障到有關人員 不會受到這個法律的挑戰 所以當你定定這些指引 而這些指引沒有機會 給第二個獨立的組織 在這個敬委會之外的組織 去進行這個審理 進行這個監察 進行這個討論 就在閉門形式之下 閉門造居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通過的 就必然會出現 剛才我說的傳統的漏站 既然有議員提出 有關這個敬委會所定定的指引 要交給立法會進行討論和審議 有什麼不好啊 有什麼不好呢 我希望公民黨民主黨的朋友 真的可以說說 我和長毛動物已經不是泛民 剛才有些人說了我們是泛民 我們就被你踢了出來 所以你們既然這麼反對 葉劉淑然議員那個的建議 當然法律上技術上 剛才有些議員說到 我未必認同 譬如你說 如果你這樣定定的話 將來法律訴訟的時候 這些東西未必可以作為 呈堂政綱 這個是純法律 就是那個訴訟上的問題 但是如果有關的指引 可以公開在這個議事堂 有機會審議 有什麼不好呢 有什麼罪行 就是有什麼缺陷 而令到你們要反對呢 我們不是要爭取 作為民主派 我們不是要爭取這個立法監察行政的嗎 作為民主派 我們不是要這個 有關的公共的利益 要公之於世的嗎 作為民主派 我們不是要影響市民的 有關的規定 和有關的行政的行為 市民是有知情權 和立法會是有這個監察和審批權的嗎 這個是二十幾年來 所謂泛民 我們這三個不是 都是要求的東西 現在變了好像是三個激進民主派 堅守這個立場 立法監察行政是決不退讓 其他那二十個可以放棄 這個基本的民主權利嗎 所以我希望在電視機旁邊的朋友聽到 加上這個荒謬的政治的發展 那麽荒謬的淒淡 就是政治的行為 就是看一看清楚 就是現時這個政治的發展呢 就是出現一些的變數 和出現一些難以相信的情況 主席我另外想講講 為什麽我剛才提出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有關的守則呢 定為這個附屬法例更加好的 公民黨的大狀很清楚的 就是這個的 就是有關環境那個的 環境影響評估那個條例呢 因爲連串的官司都是基於環境評估的條例 就是爲什麽小市民 我是支持訴訟的 就是我公開很多次常說 我幫你譴責其他人抽你們水的 就是爲什麽小市民 在數以十億的百億的官司 可以挑戰這個權威 可以挑戰這個政府 為了他們捍衛他們小小的基本權力 因爲你有一個條例 而條例裏面有些的附屬法例 是清楚列出某些程序 和某些範圍 令到所有人 不論你的身份 不論你的地位 不論你的資產 你都有權 看到條例裏面有一些的範圍 而這個條例包括附屬法例 包括技術備忘錄 作為附屬法例的一部份 是清楚列出 當政府某些公共行為要進行的時候 條例裏面規範了某些程序 某些基本的工作 而當你認為 政府或者政府委任的有關顧問 在某些行為上 對你構成這個損害 或者政府某一些的工作 在考慮方面 是缺乏了照顧市民的利益的時候 你就可以法律上挑戰它 附屬法例的重要性 就是給了這個正式的法律的權力 所有的市民 不論他的身份 但是當你只是一個指引 而這個指引作為一個這麼重要的法定的機構 這個經委會 只是去單方面內部通過 和這個指引在法律上又毫無約束力的時候 你怎樣保障市民的權力不被侵犯呢 就算被侵犯都好 你基於這個指引作為內部參考 你就沒有權挑戰 這個指引 何俊仁議員說 這個指引不會給這個 敬委會更大的權力 這個我們一定知道 這個法例已經框了敬委會的權力了 這個指引就是敬委會 去按這個法律下 去自己定定自己的權力的範圍 而執行他的工作 透過這個指引規定 但是如果你能夠將這個指引 我的要求高於立屬宜議員 如果這個指引 真是可以定為這個附屬法例 等同這個環境評估條例 裡面的有關的規定 和有關的備忘錄一樣 就會令到市民的權益的保障 因而獲得這個法律上的認同 和法律上的規定 敬委會就不可以恃無忌憚 敬委會就不可以偏袒 就不可以這個偏私 行政部門也都不可以 行政濫權霸權去漠視市民的訴求 等同這個環境評估條例裡面 定定很仔細的條文 當然我絕對理解也都認同 某些所謂泛民議員的評論 就是說如果你用這個法律的規定 用附屬法例形式的規定 這個指引就會很長 等同這個環境評估條例 環境評估條例有關的規定 和有關的附屬的備忘錄 一搭就搭 因為正正就是我需要用這個立法形式 定定有關的規定規例和有關的技術備忘錄 透過這個法律上法定的規定 折迫使到有關部門要清楚明確列出公共行為的範疇 立法規管公共行為就是因為我們不信政府部門可以自行 以為民主黨的約束和合理地去執行權力 法律就是要規定公共行為 要不然需要立法 為何要定定這個公平競爭法 如果大財團可以自己很有良心去做生意 那需要不定定法律 如果政府部門沒有官商勾結沒有貪爭這些問題 民主黨都不會提出要求貪爭下台 正正就是政府人員有時的行為不可信 公共行為不可靠 我們透過法律的規定 來令到行政霸權的政府 受到法律上的約束和制裁 所以葉劉淑儀議員所提出這個模式 給立法會去討論和通過 其實都是一個三不像 但是三不像都好 都好過什麼都沒有 你盲目相信敬委會定定的守則 就符合市民的要求 這個是癡人說夢話 這個是荒天下之大謀 過去二十多年我們看到政府行為裏面 是多次濫權 警察都在警局裏面強姦少女 貪污舞弊情況不斷 為何突然間民主派這樣相信這個議會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我突然間這麼相信政府 現在做了保皇黨執政黨 我真的絕對不明白 我沒有參與委員會的工作 為何突然間這麼相信政府 我希望聽聽解釋 會議呢 再暫停 向財務委員會會會之後恢復 更走